说 奥峰 作者 峰行列 我是莫林 精彩马上开始 第一千一百六十三集 这样下去可不行 奥峰皱起眉头 望了望巢穴外 天空上正好飘过一团黑云 目光一动 看向天目神犬道 你是星海凶兽 可以通过那些黑物恢复伤势 要不要我把你送过去 依照之前所见 这头天目神犬似乎还存有一些理智 应该能听懂自己的话 果然 黑色巨犬的眼睛眯开了一线 经过前番的事情 他也知道奥峰对他们母子没有恶意 收敛了敌意 天目神犬眼中露出一丝犹豫 沉思片刻后却摇了摇头 怎么 那些黑物不能恢复你的伤势吗 奥峰的眉头皱得更厉害 如果这些星海黑物都不行的话 天目神犬只怕是凶多吉少了 天目神犬沉默了一下 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 目光凝聚到奥峰怀里的小黑狗身上 胸光闪烁的红眼里透出一丝难得的温情 他努力地站起身 将硕大的脑袋移了过来 在小家伙身上蹭了蹭 神情中是满满的不舍 小黑狗也激动起来 小短腿一蹬跳到地上 摇着尾巴跑上前去舔大黑狗的身体 母子情深的情景让奥峰心中再次生起了一种感动 他有些明白 为什么天目神犬这明显是从死亡海域而来的成熟期的凶兽 竟能够恢复一些神智了 因为不愿伤害到自己的孩子 灵魂深处被埋藏的理智才能觉醒 又因为对孩子的眷恋 所以他不想再变回毫无理智的凶兽 不管面对太虚圣龙还是现在 天目神犬都不愿进入黑雾恢复伤势 黑雾之中 究竟有什么东西能让凶兽复原 奥峰不知道 但有一点他却很清楚 那里面蕴含着极其恐怖的煞气和瘴气 星海中尚有理智的人和魔兽都会静而远之 一旦进入其中 肯定会被瘴气轻入 再次变成真正的凶手 天目神兽舍不得自己的孩子 哪怕生命消逝也不愿从此忘记小黑狗 母爱果然是世上最伟大的感情 一大一小两只魔兽亲热了一会儿 大黑狗的眼皮又开始慢慢合了起来 同仁发散 焦距渐渐消失 生命气息也开始变弱 小黑狗急得汪汪直叫 漆黑的眼睛里眼泪直打转 求救般地叮嘱傲峰 傲峰叹口气把他抱起来 无奈地道 小家伙 不是我不想救 可我也没办法 你母亲若不是凶手 我倒还可以通过契约示娱他 但他 话说到这儿 傲峰却忽然停了口 眼睛一亮 眉毛一挑 不对 我无法契约其他凶手 是因为其他凶手灵魂彻底与外界 失去了沟通 无法反馈我的灵魂信息 不能形成契约 而这头天目神犬 还有理智 那就代表 他还是可以回应我的契约的 小家伙 你等等 傲峰脸色严肃起来 将小黑狗放到地上 运起灵魂之力 尝试建立契约 小黑狗 也似乎明白 现在是非常时刻 没有调皮捣蛋 乖乖地蹲在一边 看着傲峰将一只手 拍到大黑狗的身体上 淡淡的荧光 很快在周围亮起 游戏 傲峰散发出具灵魂之力后 立刻感觉到了 天目神犬的回应 心下一喜 可正当他开始和对方灵魂接触 将之驯化的时候 一股浓力的煞气 却突然向自己的体内涌入 沿着灵魂之力直冲丹田 直奔第二原神而来 是瘴气 傲峰一阵骇然 这才想起来 天目神犬常年在暴乱星空混迹 早就被瘴气入侵了 不知道多少年 此番虽然因为小黑狗的关系 暂时恢复了一点神智 体内的瘴气 却从未消失过 数万年欲结的瘴气 一朝被人从灵魂中释放出来 那是极其可怕的 就如同山红爆发 黄河泛滥 铺天盖地席卷过来 叫嚣着要将傲峰 也拉入凶兽的行列 这可把傲峰吓了一跳 他虽然自存 挺有凶兽前置 可却从不希望自己 真的变成一头凶兽 情急之下 丹田内的力量激发 所有能量 一股脑地涌出去 抵抗着瘴气 入侵的脚步 暴乱星空的瘴气 不愧是诸神 最可怕的死亡之气 各种汹涌的能量 也无法压制他 灵魂之水 灵魂之火 甚至是至尊七色风 都只能略略地阻挡一下 片刻就被消磨掉了 瘴气一路势如破竹地 过关斩将 直扑傲峰的第二元神 该死的 拼了 丹田中第二元神的小人 张开眼睛 傲峰恨恨地念叨一句 这些年来 遇到的生死危机不在少数 早就锻炼出了他的应变之力 和他坚韧的心性 面临再大的危机 也不慌乱 就算明知道 瘴气入体 是什么下场 他也要搏一搏 他正准备 接受瘴气冲击 元神外圈的 幻神能源 却忽然一阵悸动 莫的光芒放大 就在这股 纯净的白光之中 包裹在第二元神 周围的和尸臂 也自动发出了 柔和的光辉 扩大了一圈 将奔涌而来的 瘴气 全数挡在了外面 那连至尊元素 七色风 也无法抵抗的 乌黑瘴气 此刻却似 如同见到了 刻星一般 冰雪消融似的 迅速溃散 不到一刻功夫 就被驱逐得 一干二净 如此诡异的现象 让傲峰 再次愣住了 他一头雾水地 看着已经空空如也的丹田 障二和尚 摸不着头脑 瘴气居然畏惧 幻神能源的力量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啊 没等他的疑惑散去 另一幕景象 就让他再次陷入了震惊 只见那些 被驱散之后的瘴气中 一丝丝惺惺惺惺惺的乳白色光芒 透了出来 一闪一闪地放着幽光 散入自己的身体各处 他只觉得 全身就好像是被轻泉洗涤了似的 一阵阵地清凉舒适 刚刚被瘴气清洗后 身体里留下的一些伤痕 也在这些能量光点之下 全部恢复了 多余出来的光点 西数拒拢到了丹田内 一股脑袋涌入了幻神能源之中 很快被之同化 天哪 这是世界本源之力 傲风瞪大眼睛 终于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了 那些有些熟悉 又陌生的力量 和幻神能源何其相似 两种力量同根同源 它又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 和能量规则 前者针对魔兽 后者似乎对所有生物 包括人类都有效果 不过 幻神能源的力量 明显要比那些 无根浮平般的光点强大 所以才能压制住 倚靠它们形成的瘴气 并且将之吸收铜化 暴乱星空中的瘴气 竟蕴含着一种世界本源之力 这种本源之力 从哪儿来的 莫非就是 露斯卡世界的本源之力 这些瘴气 都是从死亡领域飘荡出来的 那片死亡星海里 究竟有些什么呢 傲风直觉 其中必有猫腻 可以他目前的实力 根本无法去探索 想要深入死亡星海 一探究竟 起码也得有大君王级的实力 否则 根本无法在大君王凶兽 频繁出没的死亡星海 保住性命 倒是探索星海 最大的瘴气问题 已然解决 拥有幻神能源 他就不用再怕 被瘴气倾入灵魂 而且还能利用 瘴气团里的本源之力 恢复伤势和体力